这周碰到邻居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在花园里面干活 聊了几句 她说夏天才刚刚来临 我却从来没如此期待雨季的到来 因为西雅图9月份就进入雨季了 所以她言下之意 大家都明白了吧 爸爸要上班 妈妈身兼数职 在家带两个孩子真的很不容易 睡眠难以保证 当孩子更小的时候 可能连上厕所的自由都没有 今天就从两本儿童绘本谈谈孩子 大喊大叫 妈妈应该怎么办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每周我都会分享我们的小家庭 吃了什么 读了什么 有识有书的日子 先来看看这一本 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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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为了够biscuit jar 脚下没踩稳摔了下来 小男生瞬间觉得袜子 裤子 瓶盖子都在和他作对 火山即刻爆发 绘本里 妈妈十分平静地抱着孩子 并且耐心地引导他从一数到十 再来一组深呼吸 一切回到正轨 母子两个人开心地分享起了biscuit 这本书不但可以帮助孩子学习分辨愤怒的情绪和处理方法 还可以顺便教孩子认识书写简单的数字 这一本《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里面描述了一个小姑娘从早上起来心情就很不爽 各种各样的事都可以让她发脾气 大喊大叫 直至晚上 妈妈依然抱有耐心的询问 谁想听故事 妈妈把孩子搂在怀里 讲完故事 说道 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 说不定明天你就能快活起来 设身处地地想 这是多么高压的一天啊 可是 绘本里的妈妈却一直克制 毫不慌忙 也无论发脾气或指责 只是陪伴在策 这个绘本 主要是买给我自己看的 提醒自己 时刻要接纳孩子的全部 当孩子吵闹 特别是没来由地耍脾气的时候 难免很上头 作为妈妈 我们如何修炼忍耐的本领呢 在不吼不叫这本书里 提到我们要了解自己的情感出发器 是什么点燃我们 情绪瞬间爆发 接下来 就是要积极按下暂停键 阻止自己不断升级的想法 对我而言 每晚哄孩子睡觉 真的是无比难熬的过程 安静的房间里 我一边陪伴孩子 等待他能快快入睡 一边不由自主地 在心里写下了孩子 入睡以后的to do list 收拾洗碗柜 整理房间 洗地 还要洗澡 就这样半个小时过去了 发现孩子依然在床上翻滚 天啊 我的暂停键 是询问先生是否可以接手 这样我可以去处理家务 而不是留在黑暗里 酝酿愤怒 随时都有可能变成喷火龙 当我们心里安静的时候 可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我自己的提问就是 就算孩子晚睡 没有做完家务 家里乱糟糟一片 对孩子 对家庭 对自己 又有什么长期的影响吗 那如何来界定这个长期呢 就是孩子的成长 十年 二十年 我回答自己的是 如果有 那就来自于我的吼叫 不吼不叫里还提到一个 对我而言很有效的方法 就是妈妈们 我们要留些时间和空间给自己 如果不能打扮 就戴上耳钉 如果不能健身 就饭后推着孩子一起去散步 或者孩子午睡以后 独自在家门口走走 有喜欢喝咖啡的妈妈 偶尔出门 drive through 买杯咖啡 这些都是生活中的调节剂 可以让我们紧绷的情绪 舒展下来 这个时间最好是白天 而不是留在晚上 孩子睡觉以后 不然很容易拖到很晚才睡 因而得不到更多的休息 影响第二天的生活 身边也有妈妈说 孩子们因为现在 疫情的特殊情况 行为跟过去有很大出入 有的孩子听到敲门声 就会变得兴奋异常 有的孩子则刚好相反 会找个地方躲起来 我们作为成年人 都会因为外界的环境改变 而带来心理的变化 更何况孩子们呢 他们有非凡的感知力 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解读能力 我会和孩子设置一套密码 每当发觉对方可能要发脾气的时候 就立马说 pina butter 而另一方回答jelly 然后抱抱亲亲 气氛会立刻缓和下来 如果来不及思考 不如就直接告诉孩子 我要生气喷火了 赶快逃命去吧 孩子听了这话 估计要不就一溜烟的跑开 要不就笑得直不起腰了 希望妈妈们都能拥有丰富而强大的内心 柔而不骄 坚而不利 从容乐观地感悟生活的每一天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与大家共勉 我们下期再见 请订阅